欢迎收看小资赚大钱 最近的天气很炎热 有不少人都会想要吃冰来消暑一下 今天的头家换我当单元 要跟大家介绍很好吃的优格冰淇淋 它吃起来有伤情的口感 但是又低脂低糖不会胖哦 而且帅哥老板长得有点像王力宏 他要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创业心得 而在夏天里头如果到水边去玩 也是相当的清凉的 时尚特派员的单元就跟大家介绍 宜兰的一日游 不但可以亲手来捡哈密瓜 还可以当船夫来滑足法 非常的有趣味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进行 我们的上班一条龙 要应征的是身材健美的体能教练 一起来看看 有点他就看着 你不明清准的 就是身材健美的体能 你不明清准的 直接打击 把课沙特应该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体能教练我们示范的一个拳击的动作 在国外上健身房是相当普遍的活动 不只是为了可以练出这个肌肉也是可以维持好身材 今天上班櫻桃楼我们要应征的职位就是体势能教练 先来介绍今天的面试官是曾永霖曾主任 主任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我们今天大概是要寻找一个怎么样的人才 我们今天需要的人才是他必须备有专业的国际征兆 那以及对运动有相当的热忱 所以我们这个体势能教练也是有征兆的 是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参与应征的两位先生 他们第一位是卢威宪卢先生 你好我是卢威宪 还有我本身对运动那有兴趣的 卢威考过了国际健身体势能教练的证兆 所以是对这块是有点目标啦 对 所以你之前呢过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训练吗 过去都是做重训比较多 跟游泳还有自行车 好所以主任对我们威宪卢先生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看你的外形其实蛮大致的 那你平常会做的训练有针对哪些项目 大概是全身体的啦 卢威会分拆开的练会分肌群 可能例如是礼拜一次就负责练腿 那或者是练胸 拆开的练会分的比较细这样子 那饮食方面呢 饮食是少量多产 然后以蛋白质为主 肉食牛肉海鲜跟鸡肉 那蛋白 这是外面泡的高蛋白来去使用吗 都是纯自然饮食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它有丰富控物质 会在身体里面残留比较久 那如果是高蛋白的话容易代谢掉 好OK谢谢 所以主任如果像威宪这样的体格 一般的人 因为我们通常知道东方人可能比较瘦 要练成这样当然要练脱险 那其实如果你有做好一个训练的计划 那我们维持差不多三个月一季的目标呢 其实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练出像这样的水準 真的喔 那真的是要有教练指导才是 当然当然 第二位是简世洋简先生 也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好我是简世洋 我毕业于台北护理学院的运动保健系 然后本身对于教练这方面还蛮有憧憬的 那希望可以应用教练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来为大家服务 所以它是这个专业背景 等于是这个科班出身 所以对简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像你是读运动保健系 那你对运动保健的一个概念是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运动保健的概念基本上 像来讲我们分成体势能方面的 还有体势方面还有运动表现的 我所学的比较偏向于体势能 体势能的方面我们像是肌力 肌耐力 柔软度 然后身体组成还有心肺的一些 那个相关的训练 会比较熟悉 还有一些那种解剖生理方面 所以你对专项的训练比较有经验就对了 像我本身是篮球校队的 是 所以在篮球的一些体能训练也有一些设练 好好谢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练 除了这个肢体上的指导之外 其实有一些专业的体能知识啦 甚至健康的保健知识也要有一些 是是是 那相对一定要的 那如果说一个运动员 你本身只知道运动 不知道保健的话 其实他对他本身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容易受伤 对 会受伤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主要体能教练要指导的对象 就是要来健身房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安排两位 他想要增强他们自己体能 那也请两位教练来做指导 那所以我们请主任 给他们一些指导 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 好 没问题 那微线教练的话 麻烦待会你可以示范几个一些 增加肌力的训练 那四洋教练的话 麻烦你帮我示范几个 针对核心部位的训练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两位应征者他们的表现如何 哈啰 你好 我是你的教练 我姓卢 你想要增加你哪个运动表现的部分 我想增加我胸部 好 那我现在讲解第一个动作 我们做的是哑铃胸推 那一样盘是垫在上面 那跟刚刚用的肌群是一模一样 只是它拿哑铃的时候增加你手部的不稳定度 会让你其他小肌群会做个真招动作 刚才的时候比较抖没有关系 那我们做的时候一样 躺在钉在上面 拿来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位置在胸口正上方 下去 一样 那记得我们记得手 手臂不要碰到地板 慢慢往上推 做吐气动作 那我们上来的时候要注意说 我们手肘 手腕不打死 也不要伸直打死 Watch 下来一样 慢慢下来 来 吐气 来 吸 吐 那收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放在上面 慢慢往下收 好 放旁边 来 放你 往下 往上推 再做注意你的手肘 好 再往下 往上推 慢慢做 然后第三个动作是做雅铃飞鸟 一样躺在鞋板上面 要躺的时候呢 我们夹动作我们手 手腕位置 往内夹都大约在骨线正上方 不要太上来 会伤害我们股间关节 你上来这个位置 下去的时候 我们手腕 手肘不要碰到地板 往上做夹动作 这样夹碰到 慢慢下去 约为四秒下去 离心 向心识的亮面 你觉得胸肌有点紧的感觉 再重鞋 好 再做一个 好 谢谢 那再我们做三头肌 那我做三头肌的动作 我也建议你做到这个 抗力球上面 跟这样还有性稳定度 那做的时候 要挺胸 不要站稳要坐背 挺胸用你的开肌肌群 固定住 固定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拿 这样子拿 做个三角形的部分 这样子拿 往后 放紧后面 再向上 这样子 来松手伸直 好 往后 好 往上台 向下 往上 向下 往上 往上 再做三个 再做三个 好 谢谢 像我们觉得肌肉有膨胀的感觉 有 充血了 像我们做个伸展 好 松手向上 上 往后做伸展 来 保持呼吸 做15到30秒 而且很紧很酸 有 很酸 再五秒 好 OK 请问 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吗 教员保持 我今天想要加强的是 核心肌群的部分的锻炼 请问你可以教我吗 好 OK 第一个动作来讲 我们先做跪膝 然后 手肘 撑地 这动作叫放肆 手肘撑地 然后 手肘在肩膀下方 在肩膀的正下方 然后膝盖跪地 脚尖底地 然后再动作开始 前 先吸去预备 然后吐气的时候 把你的膝盖离地 然后过程中 保持呼吸 你的肚子内缩 我们正面的肌肉 保持用力 维持这个姿势 然后 最重要的 你的 呼吸 不要憋气 呼吸自然的呼吸 然后我们撑30秒 OK OK 好 OK 那膝盖离地 再稍微下去一点 肚子缩紧 OK 有不感觉你的腹部在用力 有 然后脚伸直一点 正面的肌肉保持用力 非常好 来 再五秒钟 来 再五秒钟 好可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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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OK 手动一下 肩膀繞一下 做放松 那我们到以下一个动作 叫側平板 一样 我们做一个側躺 一样手肘 在肩膀下方 双脚 伸直 两脚 两脚 交叠 一只手做支撑 然后 把你的屁股往上推 这个动作 训练到你侧边的核心肌群 腹外斜肌 还有肩膀的一些稳定的肌群 然后 手伸直保持一个平衡 维持这个动作 一样我们做30秒 OK 然后一只手往这边做支撑 然后开始把屁股往上推 你的侧边的肌肉保持用力 肩膀要用力 然后手伸直 肚子一样内收 正召你的核心肌群 非常好 我在推你的同时 你保持用力 不能被我推倒 对 很好 一样再动一下 肩膀活动一下 然后身体 左右扭爪 一样放松 还可以吧 还可以 这一个 这叫Fone Roller 它可以用来按摩放松 也可以做一些核心的强化动作 是 我们今天为你设计一个动作 待会 我们一样 手肘撑定 把这个Fone Roller 置于你的小腿中段 然后 把你的膝盖 往你肚子收进来 屁股微微上推 像滚一个球这样滚进来 同时驱动你腹部的肌肉 来先去去臂 这里中段 OK 来脚先伸直 好 来往内收 收进来 回 再一次 伸直 肚子用力 快结束了 加油 然后我待会教你一些伸展的动作 我们一样 高跪姿 然后两只手 往上延伸 把你的腹部拉长 你的骨盆稍微厚勤 同时拉到你的一个咖腰肌 我们刚刚训练的一些肌肉型 然后往上 拉长 完了 双手 身体扭转 面向左侧 做伸展 腹外斜肌的伸展 最后 三个动作 往侧边 做伸展 双手 往上 脚往前快一点 快一点 肚子拉长 往前推 非常好 保持呼吸 OK 好 看侧边 做一个扭转 右手伸直 伸一只手就好 这只手放下来 往外侧 对往你的左侧 有没有拉到这边的肌肉 有 有 教练你今天教我的 都是可以平常在家里自己用的 可以 这几个动作对你的核心的强化 非常有帮助 你平常就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 大概每天 做个两组到三组 一个礼拜三次 就够了 那时间大概要多久 时间的话 基本上二十八十分 左右的时间就够了 好 谢谢教练 主任 主任刚才呢 两位应征者都已经分别的指导过了 那我发现说 一般我们都认为健身教练 好像要用比较强力 比较大型的器材 但是今天他们带来都是比较小型的器材 不过这样还是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 可以 那其实以健身来说的话 器材的需求啊 以现在来讲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现在的运动科学啊 其实讲究的是以自身的重量 那去达到我们需要的运动表现 那甚至说一些 刚看到泡棉滚筒 那滚筒啊 其实它可以做到防松以外 也可以做到我们一些核心的训练 那甚至说抗力球 让我们在家啊 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运动表现 不用说一定要到健身房入会 那当然是健身房入会的话 有另外的好处啦 那两位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两位表现都非常的好 那只是说我们在运动方面的一些讲解啊 必须要再更说明更清楚一点 那甚至说运动当中 那像卫生教练 其实他是一次把动作做完再休息 那其实对一般的会员来说 他的一个负荷量可能会太大 我的建议是说 每操作一直完以后 中间先询问他的感觉 先让他感觉说肌肉有没有使用到 那甚至说让他有时间休息 再来准备操作下一个动作会比较好 对我看那个也一直发抖 可能真的肌力蛮强的 那个反对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他操作的动作是比较 像是压力有重量的 所以说相对他的负荷量会比较大 那事实上教练他的教学方式 其实是比较浅显易懂 那肌力以及伸展混合在一起 不会说让会员有太大的一些压迫 压迫在 做起来也比较轻松 他比较会有持久力 不会说一次就吓到 以后再也不敢做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请认一下主任就是说 一般我们这个健身教练 他到底说目前台湾的一个接受度 还有我们的工作内容 有可能是有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吗 那其实专业的一个健身教练 他本身必须备有非常多的证照 那证照的话 其实教练让他去考取这些证照 必须花相对的时间 你必须要去苦读 所以教练还有不同的证照 大概有哪些方面 那其实我们健身教练最基本的 第一张就是提示你的指导员 你一定必须要先考过这张指导员的证照以后 才可以当教练 才可以当教练 这是一个入门门槛 那甚至说我们后面有一些专项的证照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狐狸 那专门的狐狸协会会出一个证照 那像我们有MET MET是一种比较动态式训练 它可以针对各年龄层的训练 会员去做训练 这些就是额外的一些证照 那有越多的证照 等于他收入会不会也比较多 这个收入其实也是会相对的成长 只是说我们教练本身的一个专业度 跟专业技能 你有没有去表现出来 那如果说你有很多证照 你害羞不讲 讲不出来 那当然也是没有用 也是没有用 我们知道像一般健身房 可能就是说 会有一些固定的教练在那边 然后可能这我不会用 然后请教练指导我 这两位他们刚才示范的情况是说 一对一的这样子的一个VIP式的教练方法 所以对教练来说 是不是他做这种 器材指导或是做一对一的 他也是会造成他心智水血会有不一样吗 当然会有不一样 那其实说器材的使用上呢 我们教练会有义务去教导会员去使用 那甚至说教他训练的方式 那像是刚刚他们两位所做到一对一的训练呢 其实是在更近一街 当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指导的时候 我们会了解到会员的需求 我在短期内我有什么目标 我想要在我的专项上 比如说我在球类运动 我想要表现更好 发球更猛 打球更精准 那我们会针对他的以上需求 去做一些专业的训练 那以前早期有人家说足隔心歸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有健身心歸呢 既能健康又能赚钱 赚钱的部分教练可以透露一下吗 当然是看教练本身专业水准到哪 到达哪边 那基本上的话 都可以有到三万块到五万块不等的薪资收入 那所以针对今天两位的应征者 不知道主任你想要选哪一位今天表现比较好 其实两位的专业表现度都非常够 那其实我觉得四洋教练他的一个教学方法 是比较符合俱乐部的需求 那卫先教练他其实不是不好 只是说他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必须再更进步更熟练 所以我们就恭喜我们今天四洋教练是今天的优胜 那卫先教练他感觉他的身材 应该可以变成一个相当好的健身教练 只是说这个沟通方面还要再加强 对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两位一帧者 那么到底还有哪一些的相关服务业的职缺有没有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服务职缺 我今天在给你克兰再加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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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我们发明雷台赛的PK单元了 每次来参加我们这个单元的同学 我们都会觉得他们的创意点子真的是太棒了 真希望他们可以早点的变成商品 那么同学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发明来赚大钱 而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同学的两样东西都非常的有趣哦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评审老师有谁呢 第一位是台北科技大学的王健 王教授 第二位是中华大学的庄英胜张教授 OK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位同学是来自正修科大的刘昭妍同学 他的发明是多功能的保全机器人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多功能保全机器人 而他的用途就是在以往人家我们在监视器只能固定 他只能固定在那方向 或者他也不能移动 他只能看得到歹徒 窃走东西之后事后发生的东西我们来只能看 而不能去去找到人 而我们现在发明的这一台是多功能保全机器人 他的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他可以行动可以行走的机构 另外一种他可以旋转的机构 第三种是他的保全机构 在行走机构当中他可以任意移动 可以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 要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 他可以提高他的机动性 而且能就是不被那个入侵者发现他的机会 再来在旋转方面 他可以水平360度旋转 以及垂直90度的抚仰 成无视角的状况 在保全系统当中 他这里有监视器 他是以监视器为主在左右各桩上一组保全的装置 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让这些 就是可以看到入侵者入侵时 他可以对他造成攻击 在保全装置上呢 他有可以搭载上面的红色的这个叫辣椒弹 他可以发射到12到15公尺 对那个入侵者会痛 打到会痛甚至可以让他打奔地 吓阻他的行为 还有辣椒粉 他可以范围在5公尺 持续30分钟让他没办法控制呼吸 眼睛会痛会流眼泪这样子 而这个是有气弹 有气弹打了会身上有色 就算在人群当中 警察也可以在短时间找到他身上有颜色的人 就是他就是犯人这样子很容易拘捕到 而在控制方面的话 我们有用无线传输的控制 以及无线影像传输的控制 在这里的话我们有 你看这里 无线影像传输就是当这个监视器画面在这里 我们就看得到 他在旋转 他在旋转 有没有我们都看得到 他走 他行走 有没有 而他发射子弹就是在这里 我们这里上面现在所装的是 三段式LED灯 他可以有强光 揉有 这个 还有螺光 甚至还有闪光 可以吓阻敌人 入侵时可以吓阻他们 让他会受到惊吓而逃掉 就不会再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的主要的东西 好有没有很有趣 很像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个设备 这idea让我有点感觉好像在打电动 看到敌人赶快攻击 不知道对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对 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在日本有一种防范专制 它是用数位式的 它是让歹徒进门了以后 让整个空间呱呱叫 让你一秒钟都待不住 这个叫积极防卫 就是让 还没有拖以前就让你进不了 那这个机器呢 是我是认为 也是积极防卫的一种 那可是如果能够说 它还可以发射子弹的话 那比那个日本的更进步 更厉害 那是更有用 那我是说这个可以结合 变成一个积极防卫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设施 不过呢我是觉得 我担心的是精准度 精准度 就是它的角度啊 还有它的迅速反应的时候 因为歹徒是动的 它搞不好像林素豪一样 那动作很快 所以你这个在转的时候 它已经转过去了 所以我是担心这个精准度 所以这个要透过实验 来现场实验 像那个消防眼鏈一样 经过实验以后 我认为这个过想非常的好 这个还有一点是 跟装潢要有结合 装潢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你在装潢的时候 怎么样让它非常的固定的 在那里操作 装潢的时候有什么要问题 是 我觉得学生的创意 就是这个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有意思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据我所知 像在拉斯菲格斯 他们在专门抓老千 他们那个叫洞的东西 都会在已经砍在那个 就是装潢里面 而且他们的摄影机 是可以接力的 大堆接力 我从1号接到2号 接到3号 我自己在足迹上面 我就可以看得到 小兽在跑的状况 所以第一个他们就是 不会占太多的空间 去装潢一个 可以直接侦测到 这个老千的这个问题 那以这个这么大台 就如同像教授所说的 他的装潢可能要 相当的在配合 那还有就是说 在攻击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台湾的法律 是不是也同时 有需要立法来承认这件事情 这个它的保全装置 它这个是有 收购那个国家认证的 就是紧密就是伤害 非伤害性的武器 这是防身器的 它是属于一个防身器的东西 啊我们这个就是 直接构定一间叫做 均安的有限公司 他们的M1的多工人防身器 啊我们就装在这里面 当作保全装置 所以这是合法 而且收购认证的 等于这个攻击的东西 它已经是一个商品 只是你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那它这个可以放在室外吗 就只能放在室内 室内室外都可以 像银行银行那种也可以 大型机构就是银行啊 邮局还是一些大厦 我们可以把它装好固定轨道 它就是这样子巡逻 就变成一个巡逻的保全机器人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位同学 为我们带来是怎么样的发明 今年是龙年很多人生龙宝宝 那么中华大学的钟桂甄同学 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发明 可以解决很多妈咪的问题 她的发明是感温奶瓶 这是发明的是感温奶瓶 然后是让新手妈妈们可以更容易泡牛奶 这是我发明的是感温奶瓶 然后它是为了让妈咪们可以更容易的轻松泡牛奶 不会像之前他们都要一直试来试去 然后不然就烫到嘴巴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什么水太冷 然后baby又不喝 然后这个是外面的颜料啊 它会变颜色 安全的话是紫色 然后如果太热的话它会变成粉红色 我们上网查过就是奶粉啊 在40到50度之间 它比较不会破坏它的温就是营养 对 然后先为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这个热水 就下面是太热 然后它就变成粉红色 上面就有点紫色 对 如果马上加冷水它就变回来 有啊 今天变回来紫色 对 OK好 所以呢这个主要这个发明的重点就是感温的涂料的部分 对 所以你们这个涂料它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以这个温度就是设计 是因为刚好是45度左右吧 对啊 就是在那个什么散饮料之前 就可以跟那个散饮料的人说 你要在几度然后让它变成 好非常实用的发明 王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这个很好 这个用这个温度 来用色彩 这两个东西来分辨 这个是蛮好的 但是呢我是比较担心说 那个超过了45度以后到90度 这个中间的range 也都是红色的话这个也是危险的 也是危险的 因为只有红色 就46度它就变红了 90度也是红的 那室温 这个孩子最喜欢喝的温度 我们就每个可能都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这个是没有办法 嗯 老师意思是说可能可以针对不同的温度 对对对 去涂颜色 说不定它会到几度变色 到几度变颜色 到几度变颜色 不是只有两种 不是一个蓝的 一个是红的 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觉得我蛮危险 王教授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是 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基本上小孩baby在喝 因为它就是一个奶瓶嘛 它不是大人喝的茶杯的设计 那奶瓶里面就是装奶粉 然后装一些水 主要给婴儿喝 所以他们为什么当时会设计在 40 45度这个之间变色 是绝对有它的道理的 那如果过高的颜色的话 就是说过高的温度 其实是不适合放在奶瓶 可能要一般的茶杯 那就会适用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的就是说 它协助新手的妈妈 或者是家里有其他的小孩 可以协助泡牛奶的话 他只要看到变色 他就知道这个安全 可以给baby喝 那这一点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产品 我了解就是说 他们是引用国外进口的 油料进来 然后先设计好图案 然后贴上贴纸 然后再上油料 再进去烧 那这是因为它是后置的加工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跟它合作 比如说有些玻璃公司 他们想跟它合作的话 他就会稍微遇到一点小困难 就是说怎么样全自动一体成型 这就是会遇到一点点小问题 不过这种是很容易金牌变金 这个金币的 对很容易的商品化的产品 也值得鼓励 今天两个产品都很优秀糟糕了 你看我们的老师要伤脑筋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 谁会得到我们PK的优胜呢 刘昭妍同学今天带来的居家防卫机器人 还有钟桂甄同学带来的感温奶瓶 谁是今天的PK优胜呢 我们请两位评审老师 请举牌 老师 一个选一号 一个选二号 今天的两个意见不太一样 我们先问一下 我是要说什么选一号 这个发明 两个发明都是不错的啦 那这个奶瓶的问题是 因为这个东西 我是认为 要调到这个适度的温度的 这个range 没有很清楚 没有很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 而且这种变色的油漆 变色的这种塗料 这个太普遍了 只是说它的特点就是用在奶瓶上面 这是它的专利 但是呢 我是认为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 搞这个发明的人里头 这个是蛮普通的东西 那我是倒觉得这个 这个第一个比赛的东西 它还蛮用心的 不过呢 你还是有很多修正的空间 掉在上面像炸弹一样 就观看就很害怕 那我是觉得今天两个都不错 但是一号同学在技术上面 是技高一筹 所以选择一号 那张教授呢 是 我想也是一样 就是伯仲之间 没有什么 嗯 需要我们太去质疑 他们的原创的部分 那但是我自己本人 我比较喜欢 就是说 有些的创作的作品 它可以快速的反映到市场 那不是一号不好 我觉得它的到时候 回到市场去的时候 它会慢了一些些 那二号的 因为是当时 前天台播已经来看这件作品 我觉得它在走 将来要走到市场去 它的速度会极快 那学生创意 让它极快的进入市场 对学生都会是一个 很很好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想在这里 就是基于这样的方式 我鼓励第二位的同学 果然今天两位同学的 实在发明都太优秀 但是两位评审老师 他们的着眼点 跟考量的也不一样 所以今天两位同学 要同时拿到我们的优胜 请你们一起接受 我们的优胜奖牌 好同时也感谢呢 今天来参加比赛的 两位评审老师 也感谢各位观众 收看今天的小资赚大钱 希望大家有一个 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是嘉一芬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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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